大家好我是金珍 我是金鱼 歡迎來到本座的北建活力頻道 你有沒有覺得最近有一個傳統美食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新吃 沒錯就是壯圓糕 今天我們來到龜山的想到壯圓糕 這邊的壯圓糕呢 它是用純米做的之外 它還有超級多口味的 它會跳脫你對傳統壯圓糕的想法 那我們今天呢除了比較傳統的 比如說像芝麻花生這種口味之外 我們還多了非常多口味 第一個我們先吃比較傳統一點的 芝麻跟花生 這家其實我平常在外送米牌上 就已經點過很多次了 這是桃圓人的辦公室下午茶欸 還是只有我們這麼貪心 雖然它是純米做的 可是它吃起來跟我們吃白飯的感覺 完全不一樣欸 雖然它吃起來很Q 但是它不會因為這樣就很黏牙 而且我覺得它在熱熱的時候吃 跟你放下吃之後 吃起來的口感又不一樣 大家如果帶回家吃的話 其實放涼一點吃起來會更Q 更Q欸 像這個呢是抹茶跟黑糖 其實很特別的是它裡面還加了一個抹雞 它可以另外再加麻糬進去 然後就會看溪 好那我來吃吃看抹茶的 它那個麻糬整個融化在裡面 麻糬超軟油油的 而且我覺得它麻糬很好吃 就是它是很軟Q 然後你也很好就吞進去 不會就是咬在嘴巴裡面 像狗香糖一樣吞不進去 它整個融化了啦 所以就有點水水的這樣 那我們再來吃呢 這個是黑糖跟巧克力 黑糖是已經有點像融化之後結成塊 它黑糖因為表面的關係 它還有一點脆脆的 焦焦的 它總共是兩層 那上面那層黑糖 因為已經融化了之後 變成一層像是 脆皮那層 然後中間那層因為是熱騰騰的 咬開來之後呢 就是比較融化 流出來的那種感覺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喝愛玉 它是手工愛玉 除了一般的檸檬愛玉之外呢 我們其實今天點的是特別口味的 第一點的是蘋果愛玉 那我點的是桑聖愛玉 哇 真的好適合下午茶來一份 下次叫外送的時候 要記得叫飲料 很辣欸 而且它雖然是桑聖口味的 它還是有一個淡淡的檸檬的味道 然後我的是可以吃到蘋果的果肉 接下來是要吃我最期待的口味 超特別 就是肉鬆辣菜脯 超酷的欸 完全沒辦法想像 它是怎麼跟撞米糕做結合 對 因為它又是米 所以就很想在吃飯糰的感覺 但是是完全不同口感 它裡面真的滿滿的菜脯欸 好特別 好像在吃飯糰喔 對 這個飯糰比較不像是 一般我們在吃早餐那種 粒粒分泌的飯糰 對 因為你吃不到飯粒感 對 但是很飯糰 而且好辣 所以其實莊圓膏可以吃鹹的欸 而且很好吃欸 這個口味很好吃欸 它的辣菜脯是雖然辣 但是是非常滴味的一個味道 但不敢吃辣真的要小心 接下來我們要吃的是 蔓越莓乳酪 它在上面還有撒了一些蔓越莓乾 哇 它那個乳酪也是整個濃滑欸 它很像是我們在麵包店看到的那種 蔓越莓乳酪貝果的那種顏色 就是裡面是那種粉粉絲絲的 嗯 我喜歡這個欸 我只能說這個味道我覺得滿少女的 真的 我就是少女 難怪我喜歡 接下來我們要吃的呢 也是滿特別的 我們要吃的口味呢 是流沙奶黃包 不是一般我們在那種洗酒上面吃到那種 小籠包那一種 就是在吃奶黃包的感覺 而且它是那種鹹香鹹香的蛋黃味 它真的很濃欸 是我最愛的那種鹹蛋黃的味道 最後一個我們要吃的口味呢 是鹽香奶酥 因為它奶酥不只可以在主司上面欸 它跟我們早餐店吃到的奶酥不一樣 它叫鹽香奶酥 所以它其實是有點鮮甜的 它不會讓你覺得說吃起來都整個米的味道 它其實裡面給的非常夠 因為我們剛剛吃的狀元糕 就吃了10種口味 哪裡有賣這麼多口味的狀元糕 最喜歡哪一個 我會選最特別的少女口味 蔓越莓乳酪 你只是想強調自己是少女 沒有它真的很特別欸 它真的是你不會想像 它跟米在合在一起是這種感覺 因為你想像的就是它可能在麵包裡面 或是甜點上面 但是你沒有想過它跟米會是 合起來會是這麼合 但我這比較喜歡強烈的味道 就是辣菜都讚 我流沙奶黃包 我也蠻喜歡的 因為我覺得現在黃的味道 我覺得很好吃 跟米放在一起 那大家如果有機會的話 也可以來龜山這邊吃吃看喔